嗨,大家好,我是小兰 欢迎来到一兰食堂 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料理是 红酱意大利面 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250克的意大利面 50克的青色灯笼椒 60克的红色灯笼椒 70克的黄色灯笼椒 2粒番茄 7粒小番茄 70克的花椰菜 30克的素虾米 40克的红萝卜 150克的番茄酱 2茶匙的盐 1茶匙的蔬菜精 胡椒粉 1茶匙的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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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茶匙的香料 1茶匙的香料 1茶匙的炭酱 1茶匙 30克兰食 1茶匙的香料 2茶匙的香料 1茶匙的香料 再將小番茄對半切 放入碗裡備用 紅蘿蔔去皮 切成小釘狀放入盤裡備用 現在將花椰菜放入熱水中 滾燙大約3分鐘 撈起來放入碗裡 作為擺盤用途 現在將250克的義大利麵放入事先煮滾的熱水中 然後倒入少許的油 入叉子稍微攪拌 煮大約15分鐘 麵煮熟後 撈起來 把麵淨化在冷水裡 現在在鍋裡倒入適量的橄欖油 油熱後倒入素蝦米 翻炒至金黃色 放入碗裡備用 然後放入番茄炒一炒 再放入紅蘿蔔 再放入紅蘿蔔炒一炒 再放入紅蘿蔔炒一炒 放入兩茶匙的鹽 一茶匙的蔬菜精 適量的胡椒粉 炒一炒 倒入適量的水 翻炒均勻 倒入適量的水 翻炒均勻 翻炒均勻 放入三色的燈籠椒 炒一炒 再放入小番茄 炒一炒 最後倒入適量的義大利香料 炒一炒 炒一炒 我們的紅醬就做好啦 現在將義大利麵擺放在盤裡 然後淋上紅醬 炒一炒 擺上燙好的花椰菜 再撒上少許的義大利香料 我們的紅醬義大利麵就完成啦 今天的紅醬義大利麵就學習到這裡啦 這道料理主要的調味料是番茄醬 而這個番茄醬呢 我用的是普通的番茄醬 在一般超市就能買到 而不是那種 專門煮義大利麵的番茄醬 然後我裡面有放了一個素蝦米 如果你覺得素蝦米很難找到的話呢 你可以用素火腿來代替 如果有任何疑問 或想要跟我們一起學習的料理 歡迎在下方留言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動態 我們下期見 Bye